我們現在在電腦板上我們來看一個動作 今天我舉個例子 比如說 我到了天文館的網站 當然有時候打這個網址 我不要打網址好了 我打天文館 搜尋 找到第一個 不要第一個好了 第一個這個網址太長了 我們可以看這個綠色的網址 這邊第四個 你看我找到台北勢力天文科學教育館 3個w.tam.gov.tw 比較短的這個 點進去 然後呢點進去之後 右邊有一個我的星空日曆 這是什麼東西呢 各位可以看一下往下一下 這個東西叫做Google日曆 如果政府機關 他有一些公開的事情 而且是對民眾可能很有用的 比如說有什麼研習課程啊 演講課程啊 或者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世貿 展覽 什麼時候有旅遊展 什麼時候有什麼展 如果你真的對這些活動很有興趣 有些政府單位 他會把他的形勢力 做成Google 形勢力 然後放在雲端 那 你有這個之後呢 你看到這個日曆之後 比如說我舉個例子 主要是我的星空日曆機 你看 每一天日出是幾點幾分 日落是幾點幾分 甚至還有月出是幾點幾分 甚至哪一天有發生什麼事情 天下會有什麼事情 這個我覺得對我很重要 那你只要移到右下角 你有沒有看到一個Google字樣 然後前面有個加 你可以點一下之後 它會跳到你的Google日曆 對不起 因為我的已經加上去 我的已經加了 如果你沒有加過 我換一個日曆 我換一個帳號登錄好了 我現在這個帳號的 我已經登錄過 我換一個 等我一下 我換一個 等我一下 隨便換一個 這是我都有申請過的 好 至少我這個日曆先給各位看 我把這個我切到這個的日曆給各位看 像各位看到的一樣 像各位一般人的日曆一樣 很乾淨 有沒有 好像沒有什麼其他事情 有沒有 我都沒有記任何事情 因為這是我比較少在用的 好但是呢 你這裡有登錄這個帳號 然後我進到天文館裡頭去 剛才那個最短的網址 這個網址最短的 點進去 好這邊 我的星空日曆 點進去 然後呢 往下 有天文活動備忘錄 有 我的星空日曆 還有天文新聞 好 那我現在 假設針對我的星空日曆 有興趣 我就按加Google 欸 跑出來一個的 你要新增此日曆嗎 好 是 新增此日曆 你先看這邊喔 我這邊只有四個喔 好 是 新增此日曆 好 日曆已經新增進來了 我用月 都進來了 欸這邊怎麼只有四個 來 其實它可能弄到其他日曆裡頭了 來我的星空日曆 這個顏色太難看了 我換一個顏色 右邊的箭頭 我換成 好假設 好 淺藍色好了 你看 你的 別人的日曆 就會進到你的日曆當中了 你就可以隨時去注意這相關的事情 而且呢 而且呢 像我舉個例子 剛才的台北市這個地方 還有一個叫 新聞新聞匯整 新聞新聞一定都是今天或今天以前的新聞 今天之後沒有天文新聞 OK沒有嗎 那你可以嘗試加加看 加了之後 明天到了 有明天的天文新聞 對方增加了之後 你的日曆 也會增加這件事情 這個好像你訂閱了他的日曆 人家管理者針對那個日曆加一件事情 你的這上面就可以看到這件事情 可以嗎 比如說那我來找找看世貿展覽 我通常會這樣找 然後 世貿 展覽 然後 Google日曆 我通常會這樣找 然後搜尋 然後這邊就有一個 像這邊有一個叫做 這裡來 世貿展覽 calendar.google.com 我來從這裡點進去 有沒有看到 這個就是Google日曆 假設我喜歡 我要抓準什麼時候會有什麼展覽 我就到右下角 按加 Google 按下去 又跳到你的日曆上頭了 問 你要新增此日曆嗎 它是新增此日曆 好 它有一個不同的顏色了 我切到月 你看到 我好多事情 你暫時哪一個不看 把顏色弄掉 OK 你可以去訂閱 哪一個 你可能要關注 它活動事情的日曆 OK 來請各位做一下